完了完了,口袋版直接开卖神兽了 不仅明码标价接近84万一个 也给日后的新神兽直接设置了一个保底下线 王仪这一次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口袋版出神兽的事情想必大家已经有所耳闻了 也就是本周维护后 随着今年的最新资料片《九黎之影》一起放出的 只需要花费83888点精力 就可以直接兑换99个神兜兜 核算下来大概85块一个神兜兜 也就是说再加一个零兜兜就能兑换 除超级非联以外的任意神兽 王仪这次又是迈出了挑战底线的重要一步 口袋版从此暴露万象 成为梦幻真正的宵禁窟 至于王仪为啥要在口袋出神兜兜 我也看见了有些水友说是 为了方便大家升级泡泡相伴 对于此我也不否认这一点 本周维护后 王仪把升级泡泡相伴的神兜兜固定为了60个 数量比测试的时候要少不少 但是就算要60个神兜兜 就泡泡相伴的那个技能 为了这么低的触发几率花掉5100 着实有点不明智 而在总造架上 超级泡泡相伴大概需要8600 跟最使用的超级神养简直相差无几 但是实际使用效果却是天差地别 同时王仪的这波操作 这就等于是给所有除超级非联以外的老神兽 设置了个官方上线 而却给以后的新神兽设置了个最低的下限 就拿即将问世的新神兽超级神佑来说 除了非兑换方法以外获得的超级神佑 那它的最低下限就是保底8500左右 低了就不会有人去换了 这就为以后的神兽市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然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王仪开源 我相信口袋版里的神兜兜大部分的情况下 还是为了土豪老板们方便兑换千亿受决准备的 以后就不需要等到什么逢年过节的大礼包了 有需要就随时直接口袋版下载就行了 至于兑换神兽或者是超级泡泡相伴 那只是顺带的 所以我才说 王仪又迈出了挑战底线的重要一步 口袋版以后就是包罗万象了 只要是藏宝格里没有的 就都可以上口袋版 这就是王仪日后的真正的消心库 好了 哥哥们 你们怎么看口袋里出神兜兜 快来评论区留言讨论一下吧